實在就是SUM 嗨各位今天我們來到愛馬汽車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是這一台福特的RANGER 它是2014年出廠2015年年牌 3200cc 柴油引擎 它是屬於雙箱五人座的貨卡 新車價139萬 現在在愛馬汽車的售價是85萬元整 現在我們帶各位先來看到這台車的外觀的部分 第一個我們先看到的第一眼已經是車頭的部分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福特RANGER的名字非常的明顯 可是這個並不是這台車原始的模樣 這台車是因為車主他有去做一個改裝 把這個改成新款的水箱護罩之後 會把這台車的霸氣以及它的氣度更往上提升了起來 接著我們往下來看到輪胎這個部分 車主因為有在涉水的一個功能 所以他把輪胎都換成了越野胎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胎紋跟一般我們在使用的是比較不一樣的 這個它會比較去做一個防滑納 所以在你在涉水以及在爬山 應付一些其他不同的路況的時候 它會比較能夠讓你去做比較好的控制 現在帶大家來看這台RANGER的引擎 這台車搭載的是福特最經典的3200cc的柴油引擎 它的最大馬力可以到200匹 最大扭力可以到47.9公斤米 所以說這台車非常適合去做一個越野以及長途 然後我們想要翻山越野去做一個使用 所以這台車是非常方便的 那由於是柴油引擎的關係 所以它的引擎的聲音質量會相對比較大 可是它的動力的表現會比較好 會好的跟一般的車子會好非常的多 尤其它要拖這麼大的一個車身的車重的話 它其實開起來比較不會有拖動感 反而是比較順的去幫你把你的車身去做一個長途的推進 接下來看到我們儀表這邊呢 大家看到它的里程數是97,000公里 這台車是在原廠做保養的 所以這個里程數都是可以跟各位做保證的 現在我們帶各位來到我們Ranger的內部 那看這台車有哪一些配備呢 這台車是屬於四輪傳動的一個配置 那它裡面的一些內裝以及它的功能 其實都比較一般房車的使用 那像我們現在看到的這邊中控這個部分呢 可以看到經典的新款的福特呢 都是這樣子一個小螢幕的一個展示 那好的話是因為這邊它屬於貨卡的部分呢 所以它的功能呢會多了一個我們的 斜坡的一個輔助定數 那以及這邊循跡防垮的這個部分 那接下來看到我們的變速箱這邊 這邊看到我們就是可以我們去做任何調配的四輪傳動 都可以讓我們隨著我們去的路況呢 去做一個搭配使用 這邊看到的是我們電動後視鏡的一個部分 那接下來看到我們的方向盤 那在方向盤的左側這邊呢 是讓我們可以使用的一個藍牙電話 以及我們影響廣播的一個控制按鍵 那在右邊這邊呢 搭配的是我們的定速的功能 那在我們的燈光這個部分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這邊配置的有 智慧的自動光感應的頭燈 那以及前後霧燈的一個配置 伏特的貨卡呢 它因為新法令的關係 現在都是做的是屬於雙箱製 五人座的一個配置 所以大家看到後面呢 的乘客座也是非常的寬敞 讓你不用再限制在貨車的一個人數的控制 以前我們買這種車呢 都是要掛貨車牌 那貨車牌呢 只能用兩人 那後來呢 因為法令通過之後呢 這一類的貨卡呢 就可以全部都是雙箱五人座的一個配置 接下來帶大家來看呢 這台Rangeo後面的一個置物空間 它這台車呢 雙箱是屬於貨卡 所以它後面呢 會比較像是我們在貨車使用的鑽用斗 可是呢 它的空間呢 又不像一般我們的貨車這樣子比較簡單 它反而是多了一種越野感 以及實用性的一種感覺 那Rangeo這種車的好處就是說 它上面呢 可以去做任何的改裝 那大家看到 因為車主這邊呢 它有去設計一個捲簾的一個伸縮 那這邊呢 它都帶了一個手拉的一個拉線 讓你呢 去做使用以後也會比較好使用 這樣子呢 把它拉起來之後呢 再將你的車門去做一個關閉之後呢 它會變成一個非常隱蔽的一個置物空間 最後呢 再跟各位介紹一下這台車 這台車呢 是2014年出廠 2015年領牌 福特的Rangeo 它是四輪傳動 雙箱五輪座的貨卡 那它里程數呢 是97,000公里 都是在原廠做保養 在原廠呢 都有非常完整的保養記錄 那這台車呢 新車呢 是139萬 那在我們這邊的售價呢 是85萬元正 那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呢 可以到我們愛馬汽車的官網上面 去跟我們的廣網做預約 那可以到現場 也可以到現場來看看這台車子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歡迎都到愛馬汽車來喔